欢迎回来 高等教育部早前指示各大专院校 制定各自的校园演唱会指南 国镇金纳巴当案 国会议员杜斯里邦默达就建议高教部 禁止政府大学和私立大学 邀请外国艺人到校园开演唱会 他认为邀请外国艺人来表演 不仅浪费钱 还有可能出现不当行为 因此根本没有必要 没有停止 也有时科幻院已保障 所以在某些关系的女性 不得了与很多演员 不得了与很多演员 谢谢 邦默达在国会下议院 论答环节上 向高教部提出这项建议 而高教部副部长纳都尤索夫阿达回应时 也认同应该优先选择本地艺人 但基于高等学府 都已经针对校园演唱会拟定指南 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再明令 禁止邀请外国艺人来我国校园开演唱会 但是他提醒在大学开演唱会的外国艺人 必须遵守指南 行为举止得符合我国国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